爱恩的同学,大家好 我们在写作文的时候 常常会发生一些结构上的错误 那么这个单元,写作语词 就是要告诉同学如何写出正确的句子 片语就是片语,子句就子句 不可以疏忽了 现在我们从第一大项开始 表时间的片语,on加ing 还有表时间的副词词句,assume us 它的基本架构是这样子 这个on加ing,这是介细词片语 但是一定要小心 这个ing是动名词,它是一个动作 那么发出动作的人就后面的主词 所以千万不要误会了 这个动作是后面的主词做出来的 那么第二个,用了assume us 就表示子句 子句后面就要有主词动词 这个才是正确的一个语法 现在我们看例子 on arriving at her home 一到达他的家 记住 her home 这个home就名词了 所以我们可以用at at her home 如果只有home 那就用on arriving home 就不能用at 这个一定要注意 she lay on the sofa to relax she lay 类似躺 她一到达 她的家 她就躺在沙发上 to relax 这个休息一下 轻松一下 所以这个到达他的家 这个动作的 这个主角就是she 嗯,没有错 那这个写法就正确了 那么第二个 可以改子句 改子句的话 就是用assume us 那么主词 跟后面相同 所以一到达他的家 复子指句 一定有主词 所以这个主词要补上去 在后面就会看到 所以把前面补了主词之后 就变成she arrived at her home she lay on the sofa to relax 这个就是片语跟子句的差异 现在我们看 第一个题目 毒品走私客 一到达机场 就被警方逮捕了 这是我们的中文 但是我们在写英文的时候 同学一定要牢牢记住 这个英文 一怎样就怎样的句型 就是放在句首 on加ing 或assume us 放句首 所以我们在翻译这一题 或者在写作 有这样子的一个思路的时候 一定要把一怎样就怎样 先写 写到句子最前面 然后到达机场 是谁 是毒品走私客 所以后面的主词 就是毒品走私客 这样就会写出很正确的句子 现在我们用片语来写吧 on arriving at the airport 这是片语的部分 好 后面句子的主词 你看 到达机场 这个动作的主词 就是后面的主词 所以到达机场的 就是毒品走私客 所以后面主词 就要用毒品走私客 如果是一个 那就有特定的drug dealer 好了 后面马上接动词 被逮捕了 这个事情已经是过去了 所以我们用过去式 或是unrested的 被谁逮捕 加个片语 by 警方 by the police OK 这就是我们 第一组 用片语 来做写作 那如果我们用 子句呢 子句 我们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表达方式 现在我们用子句的方式 来表达 我们看 on 要改成了 二十 舍 二十 这个才是比较 正确的 一个写作模式 好 我们 二十 舍 二十 再来写主词 这个 毒品走私客 the drug dealer 好 再来写动词 过去是 arrive at the airport 后半段的主词是 毒品走私客 我们就不要再写了 用he来代替 就可以了 he was arrested by the police 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 第一题 有关于 on 还有 as soon as 所呈现出来的 正确的写作 模式 接着我们讲解第二题 一怎样就怎样 从公司一回到家里 他就跟网友线上聊天 那么 我们先从 片语 来做 这一题 on 回到家 回到家是 come back home 所以这come 受到on 介细词影响 要改成 coming on coming back home 这样 假如 你要写说 回到他的家 那你就要 要这样子写 coming back to her home 这个才是正确的 老师刚刚在前面讲过了 有her home的时候 就要加to 如果没有her 那就这个home是副词 不加介细词 这个her home 这个home是名词 要加介细词to 这个也是容易疏忽的 好 后面的主词 他 徐 啊 漏写了 从哪里 回到家 好 from his 公司就是office 这是女的 那 女的 我们就要用her office 后面句子出来了 徐 前面 我们 动词 没有 因为它是片语 所以我们设计 所以我们设定 这个是过去的事情 那既然是过去的事情 我们动词就要用过去式 she she had 线上聊天 线上聊天 用门怎么解 an online chat 后面再加片语 跟谁 我们的主要子句 一定要先写 she had an online chat chat 多了一个 e 先写句子 再把片语 补到后面去 with 跟他的网友 with heral net 配合 网友很多 要加s 这个是 有关于 副词片语 所 引导出来的一个语法 那么 加句 我们 再来写 纸句 引导出来的 这个 语法 纸句 那一样 就是要用 as sum as sum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as sum as s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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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一下这个字体 主词 主词 就要用 as sum as s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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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词是sum s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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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就造鈔了 這個是用 ussumus 所呈現出來的一個 子句的模式 這樣就很清楚了 有關於 一怎樣就怎樣的 寫作模式 那麼老師就 講解到這個地方